救国团花林县团委会新就任的总干事交接典礼 14号是在花林学院来办理 由主委徐真伟负责尖交 新任的总干事李林耀也表示 未来会办理多元的活动 以活络地方的特色 将救国团的正能量来带给社会 救国团花林县团务指导委员会 14号举办新协任总干事交接典礼 现在徐真伟以主任委员的身份 担任尖交人 现在总干事曾启胜交接给新任总干事李林耀也 现在其中也感谢救国团陪有花林无数专业青年人才 在各产业领域当中发光发亮 为地方发展贡献卓著助 救国团的这个新血轮能够带动 我们很多的这个老成员老伙伴 一起来努力的成长 也因应这个时代的使命 还有国际社会经济脉动的变迁 所以我们很多的行销 很多的必须要透过新学习新成长 才有这个新血轮 以及我们的新路径 带领救国团往新的方向来走 李林耀也表示 救国团今年来许多青年新血加入 带动团队滚动与成长 加上随着国际社会经济脉动变迁 课程全面说一话将是最新的趋势 环走过必留痕迹 环流泪过种必欢呼收割 我想经奉调来我们花莲服务 离开这个打拼四年三个月 我热爱的一个台东的第二个故乡 我想一路走来啊 在团舞工作的领域上 我始终追随的是我们真种干事 我想他一直是我学习的一个榜样 和表率 我想未来 在我们真种干事 奠定扎实稳固的基础上面 我会跟我们花莲县团委会 优质的团队 同心同德上下一心 努力以赴全力充斥 迎头赶上 超越经济 前瞻创意 打开心群 再创高峰 我想这也是 许主委对我的一个期待 我想我跟主委一样 我们都是用生命来爱 花莲这块土地 许正会感谢真种干事 服务花莲多年 无论时常象征是偏远地区丹青 并且亲自走访关怀照顾 会中现场许正会 也自证遇见台湾死匾 给新任的总干事曾其胜 也自证任中道远 试验给新任的总干事李宁耀爷 并且欺免他们在新的单位 能够一展长场 为地方发展贡献心力 记得久不见 黄色不倒